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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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什麼?昨晚拍通宵嗎? 不是拍通宵 是等你等到通宵 你的拍攝程序 昨天晚上在7時, 昨天晚上 什麼?我真抱歉 我們已經等你十分鐘了 說我吧 行了…還好餐我 我現在先換衣服 待會兒拍哪一場戲? 是呀 我們應該拍見公的場 拍攝程序就說人家在等你 見公就不同 機會只有一次 千萬不要遲到, 最好早到 至少十分鐘前 試試到至少十分鐘前 Julio 你還在等什麼? 你的機器設定好了嗎? 東西遲了 走開 是…我來 待會兒我再跟你們說 好, 我現在先走 大明星, 你會演什麼角色? 大姐, 你是不是弄錯了些東西? 我知道, 見公嘛 這樣就夠隆重了 有沒有看劇本的 裡面寫你來見銷售的 穿得說, 去登台嗎? 就是呀 去見銷售的, 怎麼可以穿成這樣 我怎麼知道你想要什麼 要我出迷心來開工也有 沒有 金工的 dress code 好緊要的 通常呢 A conservative look is generally more appropriate for jobs in sales finance and law A business casual look is acceptable for jobs in marketing in creative and IT fields and phone services Hello A trend conscious look it's permissible in certain fashion conscious industries like advertising and entertainment 既然劇本是說你飾演一位 在這行做了十年的人 我想A conservative look 適合你一點 好, 導演 今天我還好嗎? 那我好很多 準備好了嗎? 好, 慢點…快點… 你那邊做了什麼? 好, 全世界準備 好, 開機 人生遊戲第一場 一招一 開始 Anson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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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 Into the movie 我是你總的 我準備好他來交談 Cut 怎麼了 我發音不准嗎?導演 豈不是 的 不過劇本不可以這樣寫 應該是 早安,我是Anson Chau 我和John Watts有9時的職業 語氣上比較皮疼 什麼要跟著劇本? 我還打算創作一下,可以生鬼一點 這場是建功戲 建功有建功的禮貌,不可以隨便 跟著劇本就行了,好嗎?謝謝 好,全世界準備好了 真是給你驚慘 建功就是你求人,千萬不要太輕跳 莊重有禮貌才是成功之道 劇本那句,Good morning, I'm Anson Chau I have a 9 o'clock appointment with Mr.John Watts 有禮貌得來,有夠清楚,那就行了 Good morning,Mr. Chau I'm John Watts, glad you could come this morning It's my pleasure to meet you,Mr. Watts So, could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Well, you know,I… Cut,都說建功不可以隨便 Well,you know,你猜在聊天嗎? OK,收到了 再來 人生遊戲第三場,Sort 6-15 Action What is your greatest strength? I've always adapted well to new work environments I like taking on new challenges and seeing them to the end My greatest strength is being able to stay focused on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doing it Cut 收貨,轉機位 不是吧,導演,這樣也收貨? 很浮誇而已 My greatest strength is being able to stay focused on what needs to be done I'm doing it 很難受 健哥是這樣的 不把自己的表演都展示出來 人家為何會請你? 婆婆,現在見公了 你怎麼這麼大熟嗎? 還有很多事還沒拍,準備下一場 一會兒你就知道,大批一點 Action 你為何要在這裡工作? 我真的沒想到 導演 劇本也沒有這句 什麼?這些問題 面試的時候很多時候都遇到 你這麼厲害,不是不會收拾吧 Cut 面試很多時候你都會遇到一些 你沒想過的問題 你就算完全沒想過 也不要告訴別人 上次讓人覺得這對工作 有準備和誠意 好像 I want to work here because… 還有一個經常會問的問題 就是 為何你會離開之前的工作? 記得考慮為何 人生語氣第十八場 說八提十三 Action 你為什麼要離開現在的工作嗎? 嗯… 後來工作了三個月 我已經學了很多 在新的市場發展 我已經準備好多 擁有更多責任 我會想進入一個更多的社會 我可以使用我 市場的經驗 在不同的地方 Cut 有什麼事? 劇本 導演, 既然角色說得我這麼專業 為什麼不是獵頭公司來找我做事 而是我自己主動要找工作 我覺得這樣很不合理 那見工當然要儘量表演自己 誇張點也不怕的 來…儘量再來一次, 好不好? 各位, 再來一次 人生如氣第十八場, 短片二十八, 拾十五 開始 謝謝你和我一起見, 當時我可以聽到你嗎? 我們會聯絡你這週間 剪, 很好看 場戲就拍完了 但是工作…能不能看得到嗎? 見工最重要是有信心 機會是自己爭取的 準備好準備, 你不會忍耐 這是一堆的, 你是甚麼東西呢? 很漂亮… 師傅, 你那些是甚麼朋友? 他們每次來都帶了一堆蟑螂過來 那些是我來自東方的朋友 他們每次都會帶最頂級的刺器 和茶葉來 哪有帶你那些所謂的蟑螂? 你不信嗎?你自己看看吧 那些不是蟑螂, 那些是叫做schwa 薯蛙?什麼叫薯蛙?有沒有讀的? 不是薯蛙, 是schwa schwa是英文裡的一個音標 發音是這樣的 好像小聲音, 樂器一樣 那這個小聲音, 有甚麼用的? 它的用途就多了 當一些英文字 有兩個或以上的字母音節的時候 很大部分情況都會有schwa的出現 舉個例子 Mother, Doctor, Future 以上這三個字的尾音節 都應該用schwa這個耳聲這樣讀出來 再讀一次給你聽 Mother, Doctor, Future 但剛才你那群朋友說什麼? Advice, Object, Photograph, Saturday 我…我真的聽不懂 對, 關不關那個schwa嗎? schwa除了會在字尾出現之外 還會在字的開頭第一個音節出現 例如Advice, Today 在兩個字裡, 那schwa就在字頭出現了 所以應該讀成Ad, Advice t, T, Today 而schwa也會在英文字的中間出現 就像photograph中間的T-O 我們要讀成T, T 整個字就是photograph, Photograph Saturday裡面的T-U-R 我們要讀成T, T 整個字就會讀成Saturday Sir,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today It is my pleasure to work with you Your effort is very much appreciated T 雇主通常會要求那些選擇 就是用十幾分鐘時間 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 工作經驗 從而了解那些選擇的英語運用 如果那些選擇是沒有習慣 說習慣英文的話 他們可能會突然間啞口 沒有言 然後My name is John 舉例 然後 My hobby is swimming 什麼 然後就 不知道說什麼 就 Dead air 就是 靜光了 變成了氣氛 然後有個面試 打完場 然後又問其他問題 變成會大求婚 我會選擇多點跟外國人一起生活 以及練習英文 終於延伸了 不是, 劇本呢… 怎麼樣… 你不是又玩飛子仔嗎 就是了, 飛子仔 不好意思, I'm so sorry 劇本就快有了 就快有, 這是什麼本呢 那邊行的 不, 你好 我還沒行的 有時候我們未必可以按照老闆 給我們的結婚前完成工作 寧願坦白跟老闆說一句 I apologize that I'm not able to finish the project on schedule Would you please allow me to work on it for a few more days 無論如何都好過亂搞些事情出去 浮獻別人 現在的年輕人是這樣的 沒來交代, 又說要升職加訓 是這樣的, 即是Ghost 546 鬼五馬六, 你說什麼? 我說這個劇本的英語對白 寫得鬼五馬六 無緣無故又出現了這個… Backstabbing? 什麼? Backstabbing就是砸背部 辦公室經常出現的, 有多難聽 A backstabbing colleague 用了各種方式 包括吵架 以防你進入你的工作 在人家後說人是非, 或者握人背部 在辦公室都會經常出現 這種小人, 只能防, 很難避 Apple polishing? 他是不是想說shill polishing? 接近了… Apple polishing就是拍馬屁 簡單來說, 即是拆老闆鞋 要上位就沒辦法了 這可能會幫助你的老闆鞋 如果你練習一些Apple polishing 擦鞋文化不是香港人獨有的 外國也流行的就是Apple polishing 鞋也省了 這個又怎麼樣? 我明明是女上司 我又不滿有的下屬 應該怎麼說? 這樣嗎? 那你就說 I'm not particularly happy with the way you've been doing your work 我不是特別滿意你的表現 這樣說, 太間接了 看我 好嗎? 我會向你合作 你應該知道 你的表現不太好 我以為的 那狠一點還可以 你不知道 你的表現不太滿意? 你好像對下屬很不留情妙 你飾演超級黑人憎女上司 適合你的角色 那倒是 這樣嗎? 那就是這個也要改吧 I'm not really happy with the effort that you've made 太含蓄了 含蓄?含蓄就這麼說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r efforts are still not good enough You better show me some improvement 這樣說就合適合她的性格 夠明瞭 喂, 你說什麼? 不論上司跟你說 I'm not particularly happy with the way you've been doing your work 還是 You should know that your performance is not as good as what I expected 又或者 Don't you know that your performance was not satisfactory at all? 做下屬的你都應該聰明一點, 勤力一點 不然擺放什麼風水佈局都未必能幫到你趨吉避兇 上一場就說老闆怎麼罵下屬 這一場就說下屬怎麼向上司要求家人工 這個世界只有天天做到沒有停手 哪有不勞而獲 我做得這麼辛苦 都是想博上司家人工而已 我知道… 有點困難 但我真的覺得是要花費增加, 對嗎? 如果你真的做得這麼好 我沒理由不加薪金給你 老闆多數都是想加薪金的 你們做下屬一定要死撐 我教你說吧 I think I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a pay increase this year because I've taken up more responsibilities and my performance has been rated above average 沒錯, 加薪金是要自己爭取的 風水師也未必能幫到你的 明白了 I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consider me for a pay increase pay increase這個字很重要 如果說的時候就要加重語氣 好, 那你想加多少? What kind of increase are you looking for? I think 3% on top of the usual annual increase with inflation isn't it too much to ask for? 我知道市道不太好 所以比起通脹價多一點就行了 We'll be having a pay review meeting very soon and I'll make sure that we discuss the request then Alright? 3%還要開會? 不是吧 你開完會再找我 有時候出了半斤力, 未必拿回百兩 但你又不出半斤力 就一定沒有百兩回來的 現實就是這樣殘酷 有沒有留意到剛才的男演員說 It's not too much to ask for 她的意思就是說 I'm not asking for an unreasonable amount of money 如果我的要求不是很過分 那個員工又很勤力 那個老闆, 一定會做的 真的嗎? 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 And I've been working like a dog 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 I should be sleeping like a log But when I get on to you I find the things that you do will make me feel alright You know I work all day To get you money To buy you things That it's worth it just to hear you say You're gonna give me everything So why on earth should I moan Cause when I get you alone You know I feel okay When I'm home Everything seems to be right When I'm home Feeling you holding me tight Tight Yeah 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 And I've been working like a dog It's been a hard day's night I should be sleeping like a dog But when I get home to you I'll find the things that you do Will make me feel alright I'll find you I'll find you I'll find you 有時寫作都可以用明月一類修詞手法 譬如做事做得辛苦 除了work hard 之外 都可以說 It's just like labor work It's just like donkey work I'm working day and night 甚至I'm working day in, day out 都可以 Beatles作歌都很喜歡用一些加強語氣的字眼 好像 Why on earth should I moan 其實 Why should I moan 已經可以表達為何我還要長者短嘆這句字 但是Why on earth就更加加強語氣 就好像I love you和I do love you 你覺得哪句比較適合? 很難說, 看看誰說和為什麼說 那就當然了 鼓掌聲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